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属于社会闲散人员 主要从事就是摩托车 零配件 销售工作 另外四名闲人呢 他们是就读于 济南市张球市张球区的某纪校 其中四名都是内成年 经过私人供诉 从2015年9月份至今 在济南市已经盗窃 大约70多辆摩托车 上价是21万